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六年前因为一部国曼 开始对中国的近代史 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让不少人感受到了 那个年代独有的热血与魅力 每次在看到这个国曼 都会对里面的故事有新的认识 从这期开始 跟大家一起从头细读 那年那兔那些事里 每一集的故事 第一季第一集的开篇动画 把清末跟之前朝代的盛世 做了个简单的对比 众所周知 我们的中国种花家 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 从炎帝皇帝统一中原 开创华夏文明后 科技文化经济等水平 常年在世界名列前茅 后世的炎皇子孙们 更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璀璨的朝代 从始皇帝秦始皇一统六国 到汉唐盛世 那时候外国的小伙伴们 都已到种花家进贡 感到荣耀 甚至到清朝康熙年间 依然有万国来朝的盛况 但到1840年 满清王朝后期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清政府跟英国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割让了香港 赔了2100万银元后 清王朝就走上了 被列国瓜分的亡国之路 这里就是动画版的时局图 毛熊是沙皇俄国 很多小伙伴在弹幕里说是苏联 其实苏联是1922年才建立的 英是美国 高卢基是法国 约翰牛是英国 小盆基 啊不 赫是小日 自过得不错的日本人 还有些没画出形象的是 葡萄牙和德国 这帮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 瓜分了大清几十年 直到1921年大清亡了 大清后期不仅赔了十几亿的白银 还割出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段时间里 沙俄毛熊和脚盆基 还因分赃不均 在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东北的特权 打了起来 日本海军在此生俯首拜扬名的 东乡平巴郎司令带领下 对就是特别崇拜 咱们明朝圣人王阳明的那个脚盆基 他经常挂一块腰牌 上面就写着一生俯首拜扬名 之前我还解读过全本 知情何以王阳明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话说回来 日本在旅顺声东及西 成功偷袭俄海军后 占据主动权 乘胜追击打败了俄海军 获得制海权的日军 从此他们在旅顺 可以轻松获得补给 能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 还得到了在东北和朝鲜半岛的特权 俄罗斯帝国也渐渐被逐出了中国东北 小盆基的胜利震动了欧洲 首次证明了 欧洲军队不是不可战胜的 沙皇毛熊同时也非常沮丧 不得不将战略重心 再次转移到巴尔干地区 由此最终变成了 接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影子 而当时的清政府 在中俄战争干嘛了呢 居然明面上表态中立 人家在种花家打仗 他居然还选择中立 背地还帮助脚盆基打毛熊 最后落了个两边都瞧不上他的下场 就这样 清政府多年的割力赔款 让国家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 此时一些国人开始觉醒 联合起一切能用到的力量 在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腐朽的清朝 中国同盟会的总理孙中山 蒙总上台 并第一次把我兔和兔子合组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形成了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等重大政策 可好景不长 蒋介石上位 在上海发动412 挑起了第一次内战 双边合作破裂 正在兔子全力围剿兔子时 脚盆基在东北玩一把 在东北搞偷袭 发动了918事变 并成立了维满洲国 此时傀儡浦仪还在做着 复辟的春秋大梦 实不知自己只是脚盆基的玩物 而狼子野心的脚盆基 想吞掉众华家 其实蓄谋已久 并不是像某公知说的 只是为了得到兔子 承认自己在东北的特权 毕竟脚盆基在偷袭前 对众华家 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调查 举个例子 脚盆基在1928年 绘制的地图非常精细 堪比GPS 以至于22年后 一位中国老兵用这张地图 找到一条许多当地年轻人 都不知道的隐蔽小路 他们对中国各个战略要地 绘制的地图 里面都事无巨细记录了 山丘 小溪 水井 村庄 树田 小路 庙宇 树林 除此之外 他们还通过各种改革 提升了国家的科技和军事实力 灵式战斗机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努力的成果 灵式在二战初期 以转弯半径小 速度快 航程远等特点 优于其他战斗机 加上脚盆基 打了兔子一个措手不及 和兔子掌外 必先安内的错误判断 以及当时各大军阀 李宗人 白虫喜 冯玉祥 延西山 以及凤系等 还有各地的小军阀 都有自己的算计 兔子想要有效整合力量 十分困难 最终导致节节败退 一退再退 此时兔子想召唤鹰将来帮忙 但那会儿 美国的战略是欧洲第一 正把主要精力 用于围剿德国 鹰将精打细算后 出于利益考量 欧洲毕竟是当时的世界中心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 而那会儿的亚太地区 除了脚盆基 其他地区要么被殖民 要么就是特别穷 所以刚开始不能来帮兔子什么 只能给到一些援助 但即便兔子的大哥不来 兔子还是不联合抗日 仍然坚持先对内 于是张学良和杨虎成 为了改变兔子掌外 必先安内的想法 停止内战 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兵舰下 兔子和兔子开始联合抗日 之后抗日战场上 仲花家开始翻盘 兔子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 有效牵制袭扰了 战线过长的脚盆基 二者联合后 开始向胜利进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脚盆基出现疲软的态势 再加上鹰将开始了 对日的太平洋战争 摧毁了绝大多数的日本战舰 还让初期超神的零食战斗机 变成了中期的空中打火机 一点就着 哪里不爽点哪里 这是因为1942年6月 鹰将的侦察部队 意外获得了一架完整的灵士 对他进行了彻底的分析 针对他装甲较薄弱 特地研制了穿甲燃烧弹 这种子弹非常容易 穿透灵士的铝合金蒙皮 并引燃整架飞机 而且他的发动机功率较低 于是鹰将飞行员利用 灵士俯冲能力不好的特点 对灵士护航的轰炸机 采取打了就跑的突击手段 以避免灵士的截击 并通过俯冲逃跑的方法 避免被击落 这个战术的应用 使鹰将给脚盆机轰炸机部队沉重打击 扭转了空中不利局面 最终在冲绳岛战役 鹰将开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场中 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行动 为期82天的战役彻离 消灭了日本海上和空中力量 经过漫长的跳岛战役后 盟军逐渐接近日本本土 并计划利用冲绳这个距离日本本土 仅340英里的岛屿 作为一个空中作战基地 该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中 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 日本方面共有超过 10万名士兵战死或被俘虏 美军遭受的人员伤亡 亦超过8万人 同时数万名当地平民丧生 受伤或被迫自杀 而在冲绳的战斗 结束数星期后 自称正义的朋友 American 使用原子弹 轰炸广岛及长崎 加速了日本投降 另一边 毛雄在1945年8月8日 对脚盆机宣战 发动8月风暴行动 并立刻于8月9日 出兵众花家东北 此时的关东军兵力 还有70万人 部署在中国东北 和朝鲜半岛 毛雄投入到远东战场 则多达150万人 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 于是苏联红军 在众花家东北 横扫脚盆机关东军 而到最后 俘虏了将近60万的脚盆机 其中50多万俘虏 被带去了寒冷的西伯利亚 当免费苦力 脚盆机到了后 还要被同事俘虏的 德国盟友鄙视 最后战争结束 只有部分脚盆机回国 回去后 不少人精神失常 无法正常生活 这大概就是现实报 有些人说 俘虏70万脚盆机 回国3万 东河日军侵华战争 关东军与远东苏军 活着回来的男人 还有关东军等战士 就会发现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 关东军当时只有70万左右 被毛雄的钢铁洪流冲刷后 不可能没检员 还有70万俘虏 其次 日军俘虏全部遭受到 火石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 这只脚盆机关东军俘虏 在《活着回来的男人》里记载 有些日本士兵认为 苏联战俘营比日军军营好 所以只有3万脚盆机 回国的数据也不对 但还是死了不少脚盆机 实际上当时我兔还很好奇 毛雄带这么多脚盆机回家 到时候要花不少钱返费吧 结果仁慈限制了我兔的想象力 而留在东北的10万日军俘虏 我兔则实行了优待 没有像当时日本 对待俘虏那样惨无人道 其中还有过万的脚盆机女兵 都是刚毕业年纪不大的医护兵 我兔大度地 把她们编入了我军的战地医院 可以说展现了我兔的风度 有些人说 当时如果没有毛雄和鹰匠的帮忙 兔子和兔子肯定打不过脚盆机 事实上在猪后期 随着全国的抗日意志统一 脚盆机已处于败退的境地 兔子和兔子开始接连收复失地 所以脚盆机的失败是注定的 只是时间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5年8月 兔子和兔子在重庆谈判 在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双方都同意避免内战 但不久 兔子又反水 其实兔子一直在假意和谈 一边积极抢占地盘 准备发动战争 他们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后 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 兔子先发智人在东北搞事情 突袭长春机场占领长春吉林 随后兔子展开四平保卫战 在付出伤亡8000余人的惨烈代价后 赢得了整补军队 建设东北解放区的宝贵时间 让兔子暂时无力进攻哈尔滨 其中英将多次阻止兔子发动内战 甚至拿停止援助作为威胁 迫使兔子停止了内战 让我兔得以缓解 英将这么做难道真是出于正义的考虑吗 不 依然是从精致的利己主义出发 他们怕内战爆发后 本来打算从种花家东北撤退的毛熊 突然不走了 反过来帮兔子 那兔子就玩完了 到时候英将在种花家的利益将会丧失 停战后 兔子开始在收复区上海等地搞钱 解决军费等问题 一提前 这帮兔子就开始各种贪污腐败 让刚从抗日战火中解脱的劳苦大众 以为能过上和平日子的人 变成了穷光蛋 一无所有 怎么做到呢 其中他们弄了一套 伪中央储存银行钞票收换办法 用1比200的法币兑换率 兑换民众手里 汪伪中储券的旧币 但实际上应该是1比50的兑换率 这就相当于 本来你之前手里的钱 50块等于1块新钞 现在要拿200块换1块钱 那你的资产就瞬间缩水了4倍 随后官员们为了搞更多的钱 弄了很多的银行和银号钱庄 开始疯狂印钞 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结果新币还不如废纸 废纸好歹上厕所能顺手些 而此时的兔子 深入民众基层和群众团结一心 并开始研究武器制造的技术 其中被俘虏的脚盘机工程师 提供了很多武器制造的技术支持 伟人兔曾说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 只有一个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败类 我兔开始团结了一切能用到的力量 继续实力 之后兔子亡兔之心不死 继续搞事情 于是兔子开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搭配蜂拥而起的学潮 并取得苏联赠予的日军 遗留在东北的武器 与兔子进行全面斗争 1948年兔子攻克了 拥有十万重兵攻势坚固的 山东省会济南 这是兔子首次夺取大城市 缴获自重弹药无数 必伤国民党军 22,423人 服6,1873人 将官23人 战场起义2万余人 美联社对此评论 自今而后 兔子要到何处就到何处 要攻何城就攻何城 再没什么阻挡了 1948年兔子发动战略决战 兔子的微操大师 也在此时频繁上线 疯狂秀操作 他的微操主要表现在多次进行越级指挥 导致大批士兵无畏牺牲 比如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中 黄百涛兵团先被我吐全肩 黄维兵团也被我军团团围住 眼看淮海即将战败 徐州杜玉明当即谋划 率领剩余30万国军精锐突围 为此他不仅专门赶赴南京 面见蒋介石 在说服蒋介石后 回到徐州的杜玉明 为了防止蒋介石变卦 干脆将连线南京的所有电台 统统屏蔽 结果防不胜防 就在杜玉明以为无后顾之忧的时候 南京却派来一架运输机 给杜玉明空投了蒋介石的首令 不准后撤 决战淮海 原来是蒋介石 直接连线了被团团包围的黄维 在地图上经过一番分析 觉得淮海战役还有得打 而结局是剩余的40万兔子 全部成为我军的瓮中之鳖 杜玉明也成为我军的俘虏 在兔子的威操大师加持下 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军告失败 兔子节节败退 军队实力快速缩减 其实在此前 南京国防部召开的 《辽沈战役教训总结会》上 人称小诸葛的白虫喜 就当着蒋介石和国军高层的面 直言不讳地说 部分高级指挥员 总是越级指挥 打乱总体部署 可见威操大师的操作 小诸葛也实在是遭不住 但没办法 有些人就是 越玩越菜 越菜越爱玩 就是玩 到了1949年4月 兔子展开了渡江战役 突破长江防线 并向长江南进军 成功解放南京 兔子渐渐地被赶到广州 再到重庆 从成都一直迁往台北 最终兔子成功解放了种花家 开始大国创业之路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系列 别忘了点赞收藏一波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收藏过千 尽快封上下一期